电梯里头负责面膜的是女住户 跟一盘外送员起了口角 因为她订了一碗120元的麻油机 但是只有千元大钞 但外送员没钱找 于是要求一起上楼拿零钱 女住户说 外送员本来就应该要准备好零钱的啊 怎么这么糟糕 证明随谋外送员回了一句 不然要退餐也可以 就是这句话让女住户相当不满 双方就在电梯里头拉扯 女子还抢来麻油机扔向了外送员 男子拿起手机来要回报状况 也打电话要报案 这时女住户不但抢手机 双方就在电梯里头打成一团 打到女子的面膜都飞了 过程中外送员说 自己下体还被抓伤 就这么从电梯内一路打到电梯外 警方抵达之后 双方互控对方伤害并且提告 只是看看这失控的场面 一个拿大钞 一个没有准备零钱 如果各自能多点体量 或许就没有这起纠纷